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小鱼 這一次的情人節更新 首先呢 你先到了廣場 你必須先去住宅區 才會觸發這個情人節的任務 沿著巷島找他就會叫你去找朱古力 我們就去找朱古力 找完朱古力之後 再回去找香草 找完香草 我們再去找朱古力 哦 原來他是要我去做巧克力 走到後面的料理台 去做愛心巧克力 做完愛心巧克力 再去拿給朱古力 我們再去找朱古力 他叫我們去送奇念節巧克力 我們送給這位 還有這位 再來這位 然後我們再回去找朱古力 結果他要叫我再做巧克力 我們做完巧克力 拿回去給朱古力 結果他要再叫我做一次巧克力 我們再做一次再拿給朱古力 這樣朱古力終於沒有任務了 這一次跑到香草 香草叫我們去找他的秘法 秘法在這裡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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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裡 最後一個在這裡 然後再回去找香草 然後再回去找香草 接下來我們去找焦糖 看看他需要給我們什麼任務 那叫我把愛心可可送給朱古力 我們去後面直接買就好了 這個地方可以買一道樂可可 這裡直接買 買完之後再去送給朱古力 然後我們再回去找焦糖就可以了 再次更新 有一個愛心滿滿巧克力箱子 就跟之前聖誕節任務一樣 多出來的獎勵 而這一次的巧克力商店 就是以巧克力為主 他的活動獎勵 有送巧克力噴泉 然後還有一些髮帶跟一些服裝 接下來來到市中心 直直的往前走 就可以看到巨型的一個大建築物 今天幾月幾號 就去哪個箱子前面領禮物 而這一次也復刻去年的 情人節寵物蛋可以孵化 記得至少要買一顆 因為巧克力盒子的任務裡面 也需要孵化一顆寵物蛋 然後我們就走到今天的日期 因為我已經開了 你只要站在前面 然後點選箱子裡面對應的獎勵 就可以獲得那個獎勵 而在活動結束的最後一天 可以獲得這一台情人節腳踏車 而這一次更新送禮 有愛心糖果花束跟衣服 還有一個頭套 而這個情人節糖果的效果 就是吃完之後頭上會有一些符號 就是情人節的一些字一樣 每一次都會不同 接下來就是這一次 每日免費抽獎的貓咪箱子 這次也多加了一個尋寶獵人的抽獎 所以我們就來10點抽吧 這次更新只要點選玩遊戲的地方 點選你想要玩的遊戲 它就會傳送到你要玩遊戲的入口 假如我現在想要玩殭屍病毒 我點一下 我就會被傳送到鬼屋門口 就可以直接開始玩遊戲 而在家裡也可以呼叫朋友一起玩遊戲派對 又算開著派對也可以一起玩小遊戲喔 還有要記得簽到喔 好啦 這就是這一次的更新主要的東西 服裝那些的都是小東西啦 所以我就不介紹了 好啦 喜歡我的更新的話 麻煩幫我訂閱一下 我是小羽 我們下次見掰掰